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0后 00后的观众经常忍不住调侃 都是看芒果台的综艺节目长大的 尤其是制作过许多综艺类的音乐节目 成为了华语综艺节目中的翘楚 在2004年举办的超级女生 这是芒果首次举办音乐类的选秀节目 本以为是第一次没有经验 没有想到呢 凭借着出色的表现成为了很多的很火的综艺节目 也为歌坛培养出了安佑琪 张韩韵等新生代的歌手 在2005年 第二季的超级女生 本担心节目出现审美疲劳 没想到节目制作的水平更好了 当年的这档节目成为了现象级的节目 还引发了全民关注 更是捧红了李宇春 周笔畅 张亮颖 何杰等歌手 至今他们依然在歌坛中是中流砥柱 从来以后 后续的超女快男等节目都为平民少男少女提供了追梦的舞台 让他们可以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有的为平民百姓展现的舞台 当然也有专业水平很高的音乐类节目 比如歌手 这档节目一共举办了六集 算是一个比较长寿的综艺节目 这档节目挖掘了许多宝藏歌手 比如黄岐山 许多歌迷对他过去很不熟悉 因为这档节目观众才发现他是一个实力唱将 还让许多实力派的歌手在这档节目中翻红 比如林志炫 过去歌迷对他的音乐作品了解更多的 也就是单身情歌之类的流行歌曲 但是看了节目之后 才发现他是如此的强悍 歌唱的能力太强了 在歌手的总导演 洪涛宣布节目停办之后 许多歌迷觉得很不舍 为一年看不到音乐类的综艺节目而感到遗憾 一直很懂观众的芒果 怎么可能让观众失望呢 于是有了全新的音乐综艺节目 大棚车 节目播出之后备受好评 然而这还不是惊喜的终点 在零宣传的情形下 芒果在10月22日晚上8点播出了时光音乐会这档节目 又是一档全新的音乐综艺节目 尽管节目开播之前是零宣传 但是节目却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绩 第一期首播后 收视便是收获了三网第一 同时段收视最高综艺的成绩 收视率高就是节目好看的最好证明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那么多观众看好这档节目 就是对这档节目最好的认可 不由的感慨 芒果又一致做天花板级别的节目 如果你没有看这档节目 看到时光音乐会这个节目的名字 是不是觉得有点诗情画意呢 告诉你 你的第六感是正确的 节目整个流程真的就像诗人一样 充满了文化 浪漫 唯美等气息 唯唯道来讲述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节目能够收获如此好的成绩 有三大取胜的因素 第一个 新影性 提到音乐类的节目 观众第一直觉就是想到各种豪华配置的大舞台 有着各种高端的音响设备 然而这样的场景千篇一律 观众看得神秘疲劳了 时光音乐会这档节目选择了户外 是的 你没有看错 节目的举办地确实在户外 芒果有一点让人佩服 制作的户外综艺节目 地点经常会选择在湖南本省的区域 这真的是肥水不流万人田 又制作了节目 又好好的宣传了家乡的山山水水 时光音乐会选择的地点是张家界武林园 被邀请的歌手嘉宾 晚上一起坐在一起 时而谈笑风生 时而回顾过去 时而又高声歌唱 不论这些歌手们做什么 他们都处在这种风光美的环境之中 真的是忍不住感慨一句 人美 歌美 风景美 真是一个三美的节目 相信这些歌手 在这么美好的环境下唱歌 不像别的音乐类的综艺节目 有一种PK竞技的压力 在这种环境下 他们不由自主地化身成了音乐诗人 向观众讲述自己的音乐往事 试问 在这档时光音乐会节目之前 谁曾想过 在户外举办音乐节目 也可以如此的浪漫唯美 太有创新意识了 不得不说 芒果的新颖性 总是给观众带来惊喜 第二个 嘉宾阵容强大 第一期邀请的嘉宾有 谭永林 李克勤 廖昌勇 林志炫 许如云 张杰 凤凰传奇 郁可为 共邀请了九个歌手 看到这样的阵容 真的是华丽 其实再仔细看这些嘉宾 发现芒果真的用心了 邀请的歌手 最大年龄的就是谭永林 已经71岁了 年龄最小的是郁可为 38岁 邀请了歌坛老中青三代歌手 不只是在年龄上有区别 在歌手的风格上 每个人都是读书一支 比如有组合 凤凰传奇 也有情歌女王 许如云 音乐诗人 林志炫 流行歌手鼻祖 谭永林 美声歌唱家 廖昌勇等 这样的嘉宾阵容 考虑到各种音乐风格的观众 也考虑到各个年龄段的观众 真的是太用心了 所以节目播出之后 引发了全民的关注 第三个 别出心裁的回顾经典 致敬经典 这些年其他类型的综艺节目 最受观众喜欢的一个情节 就是回顾经典 致敬经典这个节目 时光音乐会这档节目 就是回顾经典 致敬经典的音乐节目 每个歌手都是致敬 回顾经典的代言人 发言人 回忆自己过去的点滴 同时和其他嘉宾互动 试问他们那个时候 在做什么事情呢 比如 谭永林 回顾唱作《朋友》这首歌的时候 张杰和郁可维就在谈论 那个时候的他们都是刚出生的幼儿 真的是一个有趣的画面 过去 红日 独角戏等歌曲 都是华语流畅度很广的歌曲 但是他们太多的人知道这些歌曲 幕后故事 当这些音乐人给大家讲述了过去的故事 然而在现场现场 观众听着特别的入情入境 相信这些歌者也会动感情 感慨万千吧 总体来说 时光音乐会这档节目 真的是一出别出心裁的节目 诚意满满 这档节目除了观众的认可之外 还获得了八家主流媒体的认可 分别是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中国青年报 新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 头条新闻 传媒一号 中国小康网 其实呢 属于央媒的就有六家 能获得这么多媒体的认可 不得不说 时光音乐会这档节目 赢得了明星 也赢得了媒体的认可 刚开播 就打了一个开门红的好成绩 不过看了这档节目 许多的观众呼吁 如果歌手李健 能够参加这档节目就好了 因为李健也有着音乐诗人的雅号 如果参加这档节目 真的很适合 李健与芒果也有过多次合作 李健上这档节目 也许真有可能实现 其实呢 在后续的节目 继续带来更多的期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